在那本特殊的情况下 在一段时期 他的宗教信仰却受到限制 但是这样并不会影响到 这种上帝的这种呼召 我自己有亲身的感受 我可以在这里拿点讲 在三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 我从北京到网州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一个小型的聚会 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来的 三十一这么多人 这个聚会是一种室内的音乐会 就是这种乐器 就是室内乐 我们师母是这方面的专家 叫弦乐四重奏 他演奏的都是室内音乐 很华丽像舒克特那些宫廷的那些音乐 这就是在三十多年前在广州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在北京 在北方是做不到的 因为广州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它是对外开放是最早的地方 我那天我到了巴连跟一个朋友谈 就是1949年10月1号 在北京宣告 说中马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但是那个时间广州 还是国民政府的统治的地方 它是比较晚的 所以我们也认识了 我们也认识了 我们也认识了